大家好 我是中国浙江丑州金珠男男的吴钱 首先我们能达到这一步的话 肯定是通过刻苦的训练吧 因为如果没有平常训练在训练场上的基础 我觉得不会有训练在总决赛上的表现 然后我觉得其实在总决赛的话 其实我们队员其实很努力 但是确实当时在整个队伍吧 是有出现一个伤病的情况 包括我最后几场也是出现了肋骨骨折的情况 然后外源上其实他也有一定的伤病 所以其实但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全部实力吧 但是我觉得辽宁队也是一支很强的队伍 然后他们给我们 我觉得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 然后也是希望之后吧 然后在下个赛季能够以一个全新的姿态 然后去打好每场球 然后希望能够再次打进总决赛 然后能够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其实我们整个中国 我觉得首先要把我们自己整个竞争力给提高提高上去吧 因为确实现在 其实我们整个确实中国球员 包括中国的队伍有很少 能够有机会能够跑到国外去跟其他一些强队去交流 我觉得这是 在之后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增加一些这些比赛 然后能够让我们和外国队伍能够有一些交流 然后更加提高我们自己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 我觉得在世界上能更有竞争力吧 印象最深刻的 那可能也是我刚刚经历的吧 就其实还是世界杯选赛 就在之前在香港打的 然后那次也是怎么说有个挺好的一个表现吧 也算是自己在国家队期间能够就有个代表性的一次比赛 我是最喜欢库里的 对我是最喜欢库里的 然后自己整个打法其实也很很像库里吧 然后我一直平常在生活中也有看他的一些视频 然后在比赛场上有去 刻意的可能会去学习他的一些动作和打法 突然有一种等一种的交流 练乱乐航务